好 你們佑恩跟仁宜來講一下 就是參加今年2015美國加州Kobe Bryant籃球營 你覺得學到什麼 那個佑恩先來說一下 因為你曾經打過籃球校對不對 所以覺得有學到很多美式的技術嗎 戰略嗎 之類的技巧嗎 那你覺得跟台灣的訓練比起來差別在哪裡 就是美國訓練比較嚴格 然後台灣就比較 就不是那麼嚴格比較軟一點是不是 那你覺得你有學到很多嗎 真的喔 啊你跟朋友同學相處的怎麼樣 隊友 一兩天就熟了是不是 英文覺得有沒有進步 就是就本身也是在學習 所以 其實有一點 嗯哼 所以覺得很不錯 很開心嗎這幾天 好 那你呢 來說一下 你覺得感想 團隊籃球 就是 一定要學 學習什麼 跟隊友分曉 然後還有運動的精神 嗯 然後一些籃球記起來 嗯 所以學過這五天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 你開始比較會 跟隊友一起打戰術 然後 而不是自己猛攻還是這樣 現在台灣就 還是要打戰術 嗯哼 都是自己 就是打 一直打上籃這樣子 現在開始發現 團隊的那個戰術 其實比較有效對不對 還有呢 還有感覺有什麼感想 就是 這邊的 隊友人都很好 等等齁 隊友人很好 所以又很開心 嗯 好啊好啊 好 謝謝你們